西游记之中 师徒是人表面亲和 实际上有些人就是暗藏鬼胎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猪八戒 为什么说猪八戒暗藏鬼胎呢 他就属于那种不干活 又要喊着上活的人 一开始大家觉得猪八戒可能是懒 但是到了后期 好像猪八戒来的是真的一样 其实这些举动都可以证明猪八戒就是卧底 那到底猪八戒是为谁来卧底的呢 这个人应该是太上老君 当年猪八戒吃了九爪大黄丹才得以成仙 这九爪大黄丹天底下仅有两个人有 其一就是东华帝君 其二就是太上老君 东华帝君与猪八戒从未来往 肯定不会给猪八戒九爪大黄丹 而太上老君就不同了 猪八戒的兵器也是太上老君所造 只是通过玉帝之手散开了老猪 太上老君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开始一开始老君只是让猪八戒在玉帝那做眼线 没想到突然弄了个取经的事 所以就想让猪八戒闹个事贬下戒去 猪八戒等待机会进入取经队伍 顺利进了取经队伍之后 就想着要闹上火 最主要的原因是老君不想取经成功 因为取经成功 无疑是扩大了佛家势力 而道家势力就岌岌可危 最终猪八戒就沦为了道佛相争的起始 今天世锦春节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